大家好 又歡迎你們回來我的頻道 我今天想介紹一下防曬 我來了英國一段時間 我也試了好幾款的防曬 有日本牌子 也是歐洲的牌子 日本牌子 我只會推薦一隻 我也是在HKTV Mall買的 就送來英國 我發現原來我試用的防曬 有三支都出自Loreal 但是三支都不同功能 質感都不同 不如先說Loreal Loreal有這隻 維他命C 50度SPF防曬 它自稱可以減紋 防止有黑斑 它多了維他命C的成分 一樣有UVA、UVB 它加好就只有一個 我想大家都知道加好的意思 越多加好 防曬的時間會越長 UVA也有 50度也很高 唯一加好就只有一個 可能就要補一下 可能要補一下 它這個質感是液體的 就要用之前搖一下 也很柔質的 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質感是柔的 都稀的 味道都OK的 不臭的 它有很輕微的香料 這樣 這個我覺得 而且它吸收得很快 而且它 如果用來化妝之前 用的話 它都沒有起刷膠粒 不過我相信大家都 會知道 凡是塗這些東西 最好化妝之前 幾分鐘就塗了它 隔一會才好化妝 不然就很容易起刷膠粒 另外一支 它是比較新的 近期出的 就是綠色包裝 這個盒子就這樣 那支東西就這樣 它都是一樣 UVA、UVB 它跟剛才 這個維他命C的分別 它沒有維他命C 很明顯 但是它就說 多了一點就幫你減淡 你現在已經有的 黑斑 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見人見智 我覺得黑斑也不容易 減一減 也很難看到 是否真的用了它 是減的 因為你也會塗護膚品 那我也會塗一些 減 去斑 一些美白產品 有時候你會覺得 可能 斑淡了 其實也不知 關誰的事 真是很老實 我先說一下 用口感 這個質地呢 比起這個維他命C 是稠一點的 亦都滋潤一點的 那它一樣都是 UVA、B、50加 一樣都是要先熬了它 那都是試一下 在手上 很明顯你看到 沒有那麼柔的 但它也是 柔的 味道 味道 跟剛才那個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好像 聞到酒精味多一點 但是這個 滋潤一點的 不過我多數 我就建議 塗防曬 就這樣 用手指頭 啪啪啪啪啪啪 向它們吸收了 不是叫你打自己 輕輕地啪啪 啪啪啪啪啪 好啦 那就輪到這一隻了 這個呢 就在英國 就不能買的 那我也是上 HKTV 賣的 因為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是因為我 之前看Youtube 看看下不 台灣的女人 我最大的 那個節目 膽出來 其實我很久之前也有看它 但我也隔了好幾年 我沒有看 因為之前在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什麼地區問題 給我看 那來到英國 我又看到 那 那 手行 又看看 八卦一下 那 那個節目就介紹這支 很好 好得不得了 的 但當然那個節目 它就 實情是遮蓋了牌子 根本你是不知道哪隻牌子的東西 但我很辛苦 上網 找到 究竟它在說哪一支 然後發現就是這一支 那它說到好成點呢 就是 很多空姐都會用它 說用了它 在飛機上 他們都用皮膚都不會乾的 而且 防曬度很高的 他們也都即場用一部機 測試給你看 它究竟它的防曬功能有多厲害 就是好像 有些機是 立刻照到你會吸 你的臉有紫外乾多少 那它就試了 聽起來是非常吸引的 那我就 在香港訂回來 那 我覺得它呢 就 挺好的 真的 那 都滋潤的 又不會起擦膠粒的 而最棒就是它防曬度 是 SPF50 還要是 加加加加 是4個加 看到嗎 4個加 就是 我想我不用外出再補防曬了 應該它可以 防曬的程度 應該都可以防很多個小時 那 我就找它的包裝那些 它就沒有提及 UV A UV B 那 我覺得應該 都有 就是我簡單說 UV B 其實就是 防止你會曬霜 曬紅 UV A 的作用呢 就是 防止你有 黑斑 黑色素出現的 那 就是這兩個 其實都很重要 我覺得 這個節目說到它這麼好 應該這兩個也都有吧 它 但是它沒有飆出來 但是 所以我用它 挺好的 但是你說 好像這麼誇張的 空姐 用了它 就乾不性 我不相信 因為 它在英國 都乾 那我用了 都會覺得 嗯 就是適合 化妝OK 都潤 滋潤 但是你隔了一會兒 我想 過來兩個小時 其實你都覺得 乾乾的 所以我就 他們的空姐 用了都不乾 我們有一點保留 好了 講第四支了 另外一個牌子 就是這個 我不懂讀 我怕讀錯 所以不讀了 大家可以看清楚 看哪隻牌子 這個牌子其實也很出名的 香港的時候也很多人知道 因為它是醫學的品牌 它也其實都 推銷了一陣子 很多宣傳都說它是 放晒做得很好 很多YouTuber都推介 我也推介 你說它用了它 有什麼可以 比其他牌子特別好 很多角 總之它都防倒了 還有它 很稀的 又是那些Liquid 那些 要先抹一下它 然後再 再 抹在手上 又是很流的 哇 這個擠得很快 這個我覺得 適合 油性 油性肌膚 或者中性 中性 也可以的 又不是至於 乾也很厲害 不過 我是不太喜歡它 浸味 它是 因為它聲稱是沒有香料的 可能沒有香料浸味 就不太舒服 如果你們喜歡沒有香料的人 就很適合 那 喜歡香的人 就可能覺得 一點點臭 不過只塗一下 另外它是 也有 UVBA 大家都是看到 它只有一個家 那 可能要外出再補防曬 好了 又到另外一隻 歐洲牌子 就是Levia 那我剛剛來到 英國的時候 第一支用的防曬 就是它了 那 大家都 我想 都聽過很多人 說過 還有我身邊的朋友 都說 來到 來到英國 就是 很快就 臉 那些陽光很厲害 很快就會臉 有很多雀斑 So far Touchwood 我 剛剛來的時候 那幾個月用這隻 我是沒有多雀斑的 到現在都沒有 可能 我覺得有時候看看 你能否保持勤力 塗防曬 那 先說一說這支 那它也是 就是 減少你那個 黑斑 那 也是 SPF50 奇怪的 這個完全 沒有提到 它有沒有UVA UVB 又是 這個就是沒有加好 那 所以 都 不知道 它 但是我覺得 For safety 都是 如果可以補到的 出街也補 但是 我真的那幾個月用它 我沒有 多到再斑 所以 可能它有UVA 但是它沒有寫而已 但是 很奇怪 生產商應該要寫 弄得人家有點困難 好了 唯一一個日本牌子 這個 Skin Agra 好像是B-O-Lay B-O-Lay出的 對 這隻 香港有的賣 我也在HKTV買 那它的賣點就是 PA 又是四個加 NICE 那四個加 又是可以保持久一點 還有它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 它有一點點粉紫色的 我這裡我有 一些印 可以試在這裡 因為之前辣了 有印在這裡 可以試一下 那它就cream狀 保濕的 它有粉紫色這樣 就是它有一點點幫你修飾皮膚 那個 顏色不均的情況 那就塗了 它有一點點幫你 就是修飾皮膚的顏色 而且 它都滋潤的 但是又不是說 潤到 不用塗其他東西 這樣 那我想 適合 都適合 香港 涼一點的時候用 或者本來你乾性的皮膚 它有輕微 少少調色 塗了一個少少 很輕微 很輕微的白 那就看一下你的 喜好 這個 不過就很小心 因為 這個 如果你塗多了一點點 就化妝很容易起塗膠 但是 問題是 有時候都很難的 因為其實防曬你塗得太少 就其實沒什麼用的 其實 消委會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防曬最好 只是臉 你就要塗一茶匙的份量 那 所以 它也有說過 你太少的話 也沒有光效的 加上 我平時塗防曬 我會塗上頸 塗上耳朵的 因為 耳朵 我不想耳朵 就黑一點 臉頸就白一點 因為我試過看電視 我看到有些類明星 真的 很奇怪 很明顯地 耳朵是 黑很多 頸 跟臉 就白 所以就看得很害怕 所以 自此 耳朵一定要塗上防曬 因為我很怕 多折色 還有 漏了一個 這些東西 都是沒有寫 UVA UVB 對 那 我想 因為現在很多防曬產品 都 怎麼都會有 UVA UVB 所以可能很多牌子都 懶得打烈的字 可能會用來 放其他東西 還有這枝也很便宜 我在HKTV Mall買 都是 75元港幣 剛剛介紹這枝 這枝防曬 全部都是 80元港幣 還有英鎊 也是10元 十多磅 這些都是開架 比較便宜的牌子 還有 我剛才不是經常說 外出保護防曬 相信很多有化妝的女士 都說真的化妝 我怎麼保護防曬 那我就買了這枝 防曬噴霧 都是這個牌子 我也是不讀 免得讀錯了 很醜 所以 對了 這個很方便 當是平時你要 那些保水 那些噴霧 那樣 在街上這樣 在噴 噴一噴 當保妝 噴一噴 這樣 補一下防曬 挺好的 那可能我又平時 都 出家也有噴這個 所以會 更加減少我 有起雀斑的 可能性 還有我個人喜好呢 就偏向買歐美牌子的防曬 相信有些 觀眾可能會 都記得 應該早一兩年前 才會做了防曬測試 大部分日本牌子 甚至是以前我們很喜歡用的 S字頭某牌子 經常說到很出名的防曬 但是 原來是不合格的 即是 不合格 防曬到也 都不合格 還有 它 消委會建議 那十大 防曬牌子 都 好像十樣裡面 有九支 都是歐美牌子 我最記得 它第一名是 Chanel的防曬 然後其中一個是Vinci的 但那些我就不說了 因為這次就說了一些開價牌子比較便宜的 那些比較 貴一點 都 Vinci都要二百多港幣 起的了 那Chanel更加不用說了 那九支都是歐美的 有一支是出自日本牌子的 所以自此開始 其實我防曬都 很少會特別選擇買日本牌子 就是好像就 怕它 其實它說50 但是其實 你防不了曬 那 那 可能 皮膚就會曬黑 但是為什麼我會買這個呢 因為我也是看過別人介紹說好 那 還有它有一些 粉紫色的可以調色 那 我們又試一下可以不可以 那 其實 我覺得 都可以的 但是防得到曬 就 還沒清楚 那 因為現在 英國都還沒夏天 太陽也不太厲害 就算我上街 我沒有生 沒有出黑斑 沒有著斑 都不知道是不是 有關它的事 好了 那到最後總結 其實如果我自己個人呢 有這麼多隻 裡面我會推介是 這一支 No Real的 UV Perfect 它 這個就 英國不能買 唯一缺點就是 但是 我用它 真的覺得 都保濕的 但是又不是說 保濕到不得了 但是防曬來說 它保濕都算是很不錯的 而且 始終 有電視 就是女人我最大的 可能有一點點 影響 因為它真的 拍著測試 真的 它測試到出來 有部機 它塗了 它還沒塗它 之前 它那個可以 防止外光 有 效果是有多厲害的 那又會 真的給到我更大的信心 還有它 真的很便宜 我香港TV 買 好像 一百一十幾 是的 其實 如果在英國不方便的 可以 上網一次過買多一點 慢慢用 其實一瓶都可以 我想 你 只是早上用 我想 一個多兩個月 一瓶都可以用到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有香料的 它是有香味的 那我個人 就不太介意香味的 我都喜歡的 它又不會太 太 化學的香味 有輕微的香香的 如果有些朋友是 對香料 香精油敏感 或者不喜歡的香味 那就不要選它了 另外 其實 我綜合 如果你是混合性 或者乾性的皮膚 我會建議你用這幾隻 這隻 適合 那如果是油性的 就用這兩個 其實乾性呢 這個牌子 也有一瓶專門 是出給乾性用的 就是霜霜的 那個我就沒有買來試 因為這瓶是我之前 夏天的時候買的 所以就是沒有那麼滋潤 這瓶就不用說了 什麼天都可以用的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那下星期又和你們分享其他東西 我會盡量一個星期會有一條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